大家好,我是色狼阿恰 欢迎收看本期的城市色狼 2023年2月6日 土耳其发生了强症 死伤惨重 身为台湾人 一定会联想到1999年的921大地震 当时的台中县雾峰乡光复博中 正处于侧隆普段城镇上方 大地震过后 校区基地严重损毁 且建筑倒塌无法修复 在专家与地方居民讨论后 教育部决定将光复国中 改成921地震教育园区 保留断层与倒塌的校舍 让台湾人纪念当时因地震而失去生命的人们 还能顺便教育小朋友 有关地震防灾的知识 我带着ROMO Dyna F-Plus相机 尝试使用针孔摄影技术 记录光复国中现今的模样 第一次尝试针孔摄影 有点失败还请尽量 这台ROMO中片幅相机 内建针孔功能 只要移除相机镜头 将光圈调整至小小的针孔 利用针孔成像原理 就可以直接让光线经过这小小的洞 照在底片上曝光 除了这台中片幅相机 我还带了另一台半格相机 柯达EKTA H35 让我能够拍下更多的画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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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921地震教育园区的旁边 有个热闹的小区域 是有许多文创产业进驻的光复新村 原本已经凋零的眷村 借由细心的规划后 给予了年轻人创业的机会 吸引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让眷村社区的生命继续延续下去 但是过个马路 还是能看到许多已无人居住的建筑物 许多观光客来只是为了这些新新闻创伤点 这些人潮并无法阻止眷村本身的衰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就是本集城市社长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你喜欢本节目的话 欢迎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意见与指教也欢迎在下面留言交流 我是圣兰阿恰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